由于安全形势日渐恶化,进入15世纪,医院骑士团更加注重修建,加固罗德岛的城防系统,其实早在拜占庭统治时期,罗德岗的要塞攻势,便已出具规模。 在此基础上,第一个大规模对罗德岗进行改建的大团长,维埃利翁德·维尔纳夫,他将城市北部的拜占庭内城整势一新,并重建了城墙,迄今这部分城墙上,还镇刻住他的文章,而迪厄多内德纲索,则重修了罗德市码头,以及防御他的海墙。 稍后胡安贝尔南德斯·埃雷迪亚,进一步加工了他。 15世纪初,菲利贝尔德·奈拉克赤重金,在城市西北角,修建了一座修尾的塔楼,被称作《奈拉克塔》,以它为起点。 骑士团架设了一条与军事坦丁堡金脚弯类似的海链,当面临外敌入侵时,硕大的铁链从水面升起, 从而阻断敌人舰队的通路。 虽然这座塔楼在19世纪的地震中已经倒塌,但海链的遗迹,至今尚存。 从此,罗德港地海上防御便大大增强了。 罗德市城墙外的护城河遗址,罗德港南拉克塔遗址,仅上基座,右侧位将它与城墙连线的石桥。 安东尼奥弗拉维安德里维埃日内,发生了塞普勒斯危机。 科洛西城堡的灾难,令集市团上下颇受触动,与菲利贝尔重视海防相比。 安东尼奥更倾向于加强罗德市路上的攻势。 三座对罗德市城防至关重要的塔楼,圣阿萨纳西奥斯塔,圣约哈塔及圣乔治塔,均由它主持兴建。 并且,罗德市的双层路墙,也大致在这一时期完工。 其内墙高于外墙,并浮以高耸的城楼。 显然,安东尼奥借鉴了军事坦丁堡伟大的迪奥多西城墙的构造。 由于它的出身,这一时期的罗德岛城防建设,也开始具有了某种阿拉贡葡萄牙风格。 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在主城墙以外修筑的若干独立塔楼。 中间已狭窄的石桥与城墙连线,即使他们不幸陷入敌手。 守军也能很快切断其与城墙的联络,使防线没有全面崩溃之余。 此外,随住火炮的兴起。 骑士团在要塞体系中,也开始做出相应的改良。 在安东尼奥主持下,他们逐渐以圆形塔楼取代了传统的方形塔楼,并在城墙上预留出火炮射击口。 最早于1421-1437年间,出现在圣桥质塔及周边宫市。 上德拉斯蒂克·杰安德拉斯蒂克1437-1454年在位及位后,则首先将注意力投向大团转攻区域。 为了巩固这一要冲之地的防御,他在北部城墙修建了冷宝,安放大炮,并完成了圣安东尼门。 随后,他又驻守加强了罗德士德语区、英语区和奥福尼语区的城防。 1442年,在马穆鲁克人大举入侵的前夕,圣母马利亚塔也宣布完工,经过数十年不懈的扩建和改良。 罗德岛的城防已自成体系,并足以经受严酷的考验。 4、上阿萨纳西奥斯门,上桥智冷宝外墙,上面的射击孔清晰可见。 大团转攻附近城墙上安放的大炮,但医院骑士团,毕竟无法像马穆鲁克苏丹期望的那样,完全放弃自己的海盗营生。 由于马穆鲁克王朝十分依赖黑海地中海贸易,位于要冲之地的罗德岛,不禁让苏丹如耿在喉,奥斯曼帝国开始再度崛起。 马穆鲁克人对此同样忧心忡忡,他们心底里或许也在谋化,要建立一座恶制奥斯曼人的桥头堡。 罗德岛看上去似乎正是不二之选。 虽然罗德岛骑士团长期在两大穆斯林墙敌间游走,并以巧妙的外交手腕挑拨离间。 尽历史之彼此敌对,无暇他骨。 然而由于奥斯曼人与马穆鲁克人共同采取了扩张政策,他们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此时,骑士团原本急需欧洲分部的输血,可英法百年战争的肆虐,令他在法国的分团日益衰退。 而东欧的分团,则备受胡思战争Harsity Wars,1420-1434年的困扰。 欧洲分团力不从心,医院骑士团不得不转向各基督教君主求援。 唯一给予积极响应的是伯耿地公爵好人腓利三世Philip Fagut,1396-1467。 其父约翰当年曾在尼克波利斯战役中,与医院骑士团并肩战斗,并被奥斯曼人俘虏而身陷领雨。 除了国求加恨,腓利三世本人也具备古老的十字军精神,渴望在东方建功立业。 1438年,他组建了一支十字军舰队。 初中是支援葡萄牙人进攻丹吉尔,以及保卫军事太丁堡。 但在1440年,由于罗德岛吃紧,他被派出以增援医院骑士团。 勃甘地公爵好人腓利肖像画。 尼德兰画家罗希尔范德维登-Ruqueven-Wayden,1399-1464绘制。 这一年,马穆鲁克苏丹甲克马克雅克,命令一支由18艘加莱战舰组成的埃及舰队, 启程驶向罗德岛。 最终他们在桑迪甲Sandy Point,附近海域抛锚。 医院骑士团海军,含七至八艘加莱战舰。 十艘小型战舰,在罗德岛外进行了截击。 经过苦战,骑士团成功将埃及人逐出了罗德岛海域。 但无力阻止他们转而袭击科斯岛。 埃及人最终满在从科斯岛决略的俘虏和战利品返航。 此一双方都遭到了不小的损失。 但考虑到埃及人原本在实力上占优。 而罗德岛安然无恙。 医院骑士团应该算是最后的胜利者。 不过,大团长让德拉斯蒂克并未盲目乐观。 他在当年11月,写给西班牙分团长约哈德比利亚拉古特张Delegate的信件中, 正确地预见到,急于挽回颜面的马穆鲁克苏丹, 很可能在不久之后第二次进财罗德岛。 拉斯蒂克于1442、1443年分别两次派出骑士团, 塞普勒斯副司令官约翰马尔伞纳克· Joshua Nelsonak, 与大事深长约翰德尔菲诺· Giandelfino, 出使埃及。 希望与马穆鲁克苏丹化干戈为玉帛。 可惜二人军未获得成果 罗德岛上空开始笼罩驻战争的伊云 马穆鲁克苏丹国国旗 1441年 菲利三世的舰队 在捷福里的图瓦西J.O.F.J.F.C.的率领下正式启程 来年他们顺利抵达罗德岛 令骑士团军新大阵 伯耿地人以此为基地频频袭扰土耳其人的海岸 但稍后他们不得不返回法国进行补给休整 直到1444年才重返罗德岛 幸运的是 菲利的海军成功地赶上了埃及人对罗德岛的大围攻 马穆鲁克重骑兵 1444年8月 一支庞大的马穆鲁克舰队 第二次入侵罗德岛 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四年前的远征 显然 苏丹的目的不仅仅是抓捕奴隶 而是要彻底征服医院骑士团的基地 尽管医院骑士团的海军 当时拥有12艘大型战船 但依旧不足以击退马穆鲁克海军 10日 马穆鲁克大军在罗德岗西北部强行登陆 据说有一万八千之众 他们似乎对城防弱点了如指掌 助力进攻城墙相对薄弱的圣安都尼门 至圣尼古拉斯堡一带区域 马穆鲁克人在围城中首次大规模运用了重型工程炮 发射的炮弹最重的净达600磅 与之对比的是 11年后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围攻军事坦丁堡时 所用的乌尔班大炮 炮弹重达1200至1500磅 为当时西方世界之冠 虽然安东尼奥团长在位时 已经有意识地针对火器的进步 对城防系统做出了改良 但这些前所未建的工程炮 还是让骑士团的防线一度风声鹤唳 据说战斗最激烈的时刻 城中妇孺老幼 都纷纷自发聚集到教堂去祈求圣母马利亚的保佑 但出乎穆斯林意料的是 菲利三世的舰队加入了医院骑士团的队伍 此外 加泰罗尼亚人也派来了援军 不过 这仍不足以改变敌众我寡的态势 8月23日 大团长让德拉斯蒂克敏锐地判断出穆斯林的总攻在即 和部下协商后 骑士团与盟友决定先发制人 对马穆鲁克人的大营发动一次夜袭 第二天凌晨 一支军选的小部队在黑暗的掩护下潜出城门 居中的是持长矛的骑士与军事 两翼则部署了弩手负责掩护 领导这次赶死突击的是骑士团 英国籍土克波利尔修米德尔顿西梅高阵 当第一旅曙光出现在低平线时 埋伏已久的骑士团突击队一跃而起 知听的鼓声大作 骑士们纷纷高呼住古老的口号圣约翰 圣约翰 如猛虎下山 一般像马穆鲁克人的均匀扑去 而尚在睡梦中的穆斯林 俨然沦为了带宰的羔羊 米德尔顿的部队在敌营中左突右冲 如入无人之境 对手肝胆剧烈 纷纷逃向停泊在附近海岸的舰队 骑士团掳获了敌人几乎全部攻城器械后 开旋而归 虽然稍后马穆鲁克军队得到重组 并再度展开攻势 但士气已落千丈 已经是强弩之末 9月10日 基督教联军终于彻底将入侵者逐出罗德岛 此时距离围攻开始 已经过去了整整40天 1450年左右的东地中海局士图 至此 医院骑士团终于已若胜降 有惊无险地挡住了埃及马穆鲁克的进犯 但他们并未高枕无忧 北面的奥斯曼 土耳其人已经崛起 虎视眈眈 40年后 他们将面临更强大的入侵敌军 并未高枕地挡住了埃及马穆鲁克的进犯